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阅读的这本啊 曹操传 因为很多版本是30万字 出版于2000年的10月 应该是第一版 后来20102都有 那么是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中的一部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那么据作者啊 在后继中介绍的 文字的研究和形成是上世纪90年代 我为什么特别说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上世纪90年代啊 那是一个有百花齐放的中国时代 因为你只有百花齐放 你才能涌现出更多的宽点 所以相对而言呢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去看曹操 否则的话 比如说在文革时间 你要读曹操 那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我记得啊 有一个脑筋记转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谁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答案是谁啊 曹操 那么依据是什么呢 是谚语 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那么说明曹操名字怎么样 在中国人里面是绝对的家喻户晓 没人不知道 那么百姓的认知和了解啊 绝大多数是什么呢 都是来源于罗冠中的那个三国演义 再就是呢 京剧里面呢 那个白脸操操 我说到这儿啊 那首快智人口的说唱脸谱的歌词 这首歌词啊 我刚才看的歌词啊 我给我试试 用我这个非常不成熟的嗓音 大家唱一下 大家特有意思一件事啊 你看 蓝脸的多尔顿 刀鱼马 红脸的冠公战场杀 黄脸的点尾 白脸的曹操 黑脸的张飞 叫喳喳 你看 是不是还是说曹操 然后呢 白脸 那么其实呢 说曹操 曹操就到这个典故啊 还真是有 你看这个词啊 就很有意思啊 什么有呢 其中的有一个说法 是说汉先帝啊 就汉先最后就皇帝了 被这个李绝与郭帆追杀 结果是曹操救 但是这一本 这个典故呢 在张作耀老先生的曹操传当中啊 没有提及 那么另外一个典故是什么呢 叫曹操兵败吕布 哎 后来我认真看这本书非常好 这个书当中呢 张作耀老先生提及了 那在书的第59页 它这么写的 他说公元194年秋八月 曹操啊 主动法军攻吕布 敌战军办 吕布的骑兵呢 追上了曹操 但不知道是曹操啊 然后就问道 曹操何在 那么曹操呢 就诡答 成黄马走着誓言 那么吕布的骑兵 于是舍曹操而追骑黄马着 那么曹操急返城门 大火由盛 突火而出 张作老先生这本书当中呢 注视的故事的来源是什么呢 是三国志背书五地记 然后注印了县地春秋 说明啊 果然是有来处的 那么三国演义当中 怎么说的呢 那么这一段呢 来自于第十二回 叫曹公主三让徐州 曹孟慧大战吕布 这个曹孟慧啊 后来考证的时候呢 就说写错了 应该是叫曹孟德 那么就说了什么意思呢 曹操啊 中了吕布的 理应外合之际 进入了河南的浦阳城 结果呢 扶兵四起 曹操军队大败 赶紧往城外跑 原著当中啊 就三国演义 对这段描写啊 也非常精彩 我想说这一段呢 和这个张作耀老先生对比啊 他说啊 却说曹操 见点为啊 杀出去了 四下里人马接来 不得读南门 再转北门 火光里正撞见旅路 挺击越马而来 曹啊 离手掩面 加鞭重马 敬过 吕布从后 开马赶来 将机与曹 窥上一击 问曰曹操何在 曹凡指曰 前面骑黄马者是他 吕布听说 气了曹操 重马向前追赶 注意看 这两个不同哪呢 前面的实际的事实 是吕布的手下追的 到了三国演义 直接演说是吕布亲自追的 看就了解了不同啊 这说明我们知道三国演义 和实际的只有这个区别 那么好了 我们不管从这两个哪个版本当中 我们注意到什么呢 原著当中都没有说曹操 曹操就到的 那么这句谚语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其实啊 由此可见三国演义的编撰来历 也说明我们大众的认知啊 是如何被洗脑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说 说操操操操操到 其实来自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哪来的呢 刚才我说的是吕布 或者吕布的骑兵 不一样的 好了 这里面呢 我稍微做了个小考证 还有点意思啊 你看我们都知道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冠忠 那么事实上的罗冠忠啊 是将三国的历史啊 记载以及故事汇编在一起 而形成了三国演义 因此啊 三国演义的故事 与正史的吻合率 非常之高 大概80到90 不过啊 我们却甚少有人知道 毛宗刚这个人 而事实上 我们所读的版本 基本上都是毛宗刚这个人 编辑后的三国演义 大家是不是一直 我们从读书的开始 三国演义作者罗冠忠 这一段 基本上我们早就忘了 毛宗刚是个什么人 看他的出生年月 1632 1709 他是从真五年出生的 死的什么时候呢 康熙18年 也就是明末清初的人 罗冠忠是什么时候的人呢 是原末明初的人 你看 是不是一个插了一个 整个朝代啊 那毛宗刚对三国演义 不仅有增加 整个论 改换诗文 情节变得很大 原著比较非常重要了 刚才大家都说了 哎呀到底曹操好 还是刘备好啊 到底曹操的正统啊 还是刘备的正统啊 你看啊 三国演义的原著 被毛宗刚给改编之后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是 尊留一曹的正统观念 和天命思想明显加强 就是什么呢 我们普遍认为 刘备是正方 曹操是反方的原因所在 原著不是完全这样 是比较客观 又由于呢 毛宗刚的评改版 在表现技巧 文字修饰方面 哎呦提高了 最关键什么问题啊 通俗一斗 因此啊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 120回本的三文演义 都是出自 毛宗刚修建后的版本 你说曹操 曹操就道的 言语到底来哪呀 罗冠中的也没有啊 张主要说 原来他三国制度没有啊 哎是在这来的 这是毛宗刚对罗冠中 写的这句话 在下面呢 哎 进行了评论 这评论什么呢 见了曹操 反问曹操 舍却曹操 别敢 曹操 艳云啊 方说曹操 曹操就道当面错过 气不好笑 你看 有意思吗 啰嗦了这么多啊 算是我开场讲曹操 那我想说了个什么意思呢 说了这个作者呀 曹操算了作者 张作耀老先生 考证年纪 也说了呢 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演义 其实里面还是有差别 我们脑袋啊 都是被 其实毛宗刚改编后的 罗冠中的三国演义 不管是评书也好 还是看出我们纵了 所以这一点呢 是读这本书 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我分五个题目 五个大题呢 来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大题呢 就是曹操称雄的时代 是个什么时代 大家都知道 东汉末年 然后三国对不对 OK 好了 我再把它看一看 那么公元前二 202年是谁啊 是刘邦建立西汉 刘邦之前 虽然其实楚霸王 是当了一段时间 大王的皇帝的 那么在之前呢 是秦朝灭亡 西汉成立到210年的时候 王芒废了西汉的末地 定都哪去 长安 称咱们都知道新朝 西汉就灭了 到了公元23年 王芒被杀 存续15年的新朝灭亡 咱们都知道 那个刘秀 重新建立了汉朝 史称东汉 所以东汉和西汉 是中间有一季节 这15年的王芒 那么到了公元220年 以什么为标志呢 可不是刘备啊 是曹操的儿子曹彼 破汉宪先帝禅外 建立魏国为标志 汉朝灭亡了 管你西汉还是东汉 所以从东汉建立到灭亡 汉朝又成立到什么年呢 195年 所以呢 东汉与西汉 合计统治多少呢 405年 如果再加上王芒 420年 曹操是什么时候人 生于公元155年 155年什么时候 是东汉的中期 中后期 哪年死呢 220年 也就是他死了以后 曹操他儿子一上位 就直接当了皇帝 曹操一辈子 没职业当了皇帝 享年多少岁 活得不得不小 66岁 那个年代 他名叫什么呢 叫吉利自孟德 所以现在那个吉利汽车 你们想 如果你们崇拜曹操的话 咱就去买吉利汽车呀 对吧 就别买宝马呀 买奔驰啊 叫爱国 是不是啊 说爱国爱曹操 咱就买吉利汽车 现在吉利汽车也牛了 是吧 乌尔沃也早就买了 前段时间说 吉利又买了 是供哪个汽车品牌 三号牛的 那么作者写到 什么写到呢 他说亡盲被灭之后的 东汉苏年 国家复归主义 百姓呢 安居乐业 但好景仅维持多少 60来年 刚才我说 东汉一共是195年 说明什么 60来年的好日子 120多年 全是乱七八拉糟 怎么乱七八拉糟 统治集团的内部侵占 清亚就又开始了 那么什么叫内部清亚 咱们现在个词叫内卷 对不对 董治集团的内卷就开始了 从东汉中起开始 时尔太后临朝 什么太后临朝 外戚掌权 是吧 外戚嘛 就是皇后这一支的亲戚啊 时尔什么 宦官得势 尊断朝廷 皇帝成了他们的傀儡 说白了 皇帝说的不大算了 公元189年 刚才说了 曹操是155年出生的 34岁 34岁的年 一系列的太后外戚宦官 别忘了皇帝 我看张作耀老写的时候 说是外戚宦官还有室官 我不认为 我认为是外戚宦官皇帝的争斗 哪能少了皇帝 皇帝再亏了也就是皇帝 这一年呢 也是曹操34岁那一年 汉县帝被扶上了 之后呢 历史数十年 规模空前的所谓军阀混战开始了 到了公元180 不是高到了 之前184年 爆发的有张角 为首领的黄金起义啊 叫太平道 风起云 但是初期的黄金起义 是很快被镇压下去 一个汉县帝在他之前换坏地 就赢给镇压去 但是呢 黄金起义被镇压了 但是各路起义依然叫成熟不穷 包括黄金起义的这些残暴还是继续的 那么大有啊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之势啊 那么曹操也就是在镇压 农民起义过程中啊 不断壮大出来 那么他的发家基础是哪些人呢 就是那三十万黄金一军 叫青龙兵 刚才又在讲了 说里面呢挑了三万人 这次部队啊 成为曹操日后最嫡系的部队 你看 降兵啊 成为最嫡系的部队 说明曹操怎么样 那时候都做了燕州幕啊 就相当于燕州的首脑吧 头吧 那么作者啊 张光耀老先生认为啊 曹操是群修争霸的最大成功者 无论喜欢他的人 还是诟病他的人 都要承认这一点 那么有的说他是什么呢 乱世之英雄 那么也有的说什么 是乱世之萧雄 你看 一字字是差 英雄就是表扬赞美 萧雄赞美了半天 就觉得这个人比较暴力 是吧 你就感觉不是很舒服 对不对 事实上你看 什么叫英雄 等着看 所谓的英雄和萧雄 看起来的一字字字 其实真的可以画得好 作者的阅历啊 张光耀老先生 刚才说今年已经90岁 他1931年出生 属羊的 他属于啊 中国主流历史学家 因此呢 他也是以农民企业 注意这个词 农民企业为主要脉络 来写曹操算 他只是在表述上 尽量做到客观公允 其实黄金起义 在其他不同场合上 也被称为黄金之乱 或者黄金明变 我想说的什么意思 张作耀老先生 其实还是以主流 中国的主力的学家的观念 以农民起义为主线 来写这本书 大家知道农民起义什么的 就是改变历史力量是群众 是农民起义导致的 事实上这个观点 是不同的观点 我想点出了什么呢 就这一本书 事实上是主流历史学家 中国的所谓的一种 又用延传身线 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呢 其实很多的表达 和很多的来看 是不一样的 也说导致王朝的灭亡 是不是都农民起义 这个观点是不同的 好了 那么关于汉朝 兴亡的原因呢 研究文章 汉牛从动 那么我个人觉得 其实这核心在于 封建专制的制度设计 而非简单的农民起义 我的观点 那么变化你们看 只是人民和年号 年份 其他的军事轮回 循环往复 我在下面的分析当中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就这样 变化的就是 人民和年号年份 其他军事轮回 全在的循环往复 管你喜欢曹操 不喜欢刘备 还是你喜欢刘备 都一样 不好意思 比如呢 不好意思啊 我这电脑不大熟练 比如呢 封建王朝的地质统治 无外乎呢 就是三角关系 皇帝 外戚和宦官 此消彼长 轮流作作 那么历史记载当中啊 一般呢 军奉皇帝为政党 那么因此呢 外戚 外戚就是太后那支啊 皇后那支 或者宦官的太监专权 都会被示威大逆不道 反正皇帝全对 注意看啊 所有的说法 皇帝就政党 其他的管你的什么人 都大逆不道 乱世之诱因 即使是王盟建立新城 以大孙 王盟考究了 他大孙的后人啊 世人并锐意改革 他拜后的记载 所有历史记载 就是篡位谋逆 尼臣贼子的 还叫他伪君子的下场 其实啊 王盟这十五年 王盟是真正投票选上的 是因为投票 老百姓投票选上的 而是王盟是奉行的谁啊 孔子的科技副理 以周朝的理治 官职都中周朝的 没办法 后来败了是吧 所以他最后就是逆臣贼子 这一段历史上 大家可以去看 很有意思 任何呢 其他的阶层 比如说草根精英们 必须要依附在上述三个阶段 成为附庸 方可以成为士人 比如呢 在东汉中期以后啊 士人 什么叫士人 也就是智日分子 出现 虽然针贬实弊 议论朝政 桀骜不逊 以清流自居 形成风气 但由于宦官和外戚呢 就像拉了他们呢 刚才那随带说清流是吧 拉了他们 不弱呢 反而越来越强了起来 为什么呢 三角里面踏成了一角 其实不是三角 还有皇帝呢 但是呢 这里面的主要是宦官和外戚 所以当时他们被称为党人 但是事实上 这些外戚 这些士人呢 说完了知识分子 终究啊 都属于外戚和宦官手里的棋子 也是呢 皇帝的棋子 所以千万别露了皇帝 就是他写的过程当中啊 都把皇帝写成好人 啊 就是宦官外戚坏 事实上都是皇帝在后面待着 是吧 管他的亏了 他也一样 他也是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一直认为 三角的关系是他们三角 然后呢 士人 随外面 尽管在历史 中国历史 过程当中 也出现过寒门上外 士人 当政 但都非常极端的事情 但后来一旦灭亡 反过头来说 基本评价都非常恶劣 都是乱臣彼此的评价 东汉末年发生的党户之祸 便是其中的明证 什么叫党户 党户之祸 就是士人们 他牛了是不是 结果被全面杀了一大堆 让你党 接党 当然杀党 就是知识分子 大家可以固定个名 对吧 这个咱们靠着明朝 打明朝后期 都一样 那么作者写到什么呢 党户是影响东汉末年社会的右翼重大事情 外戚与宦官交互钻钱 镜像谈报 不管哪方上台 带给人民的都是灾难 那么关于党户之祸 那么关于党户之祸 司马光在辞职通宪中给予的评价是 他说陈光月天下有道 君子阳与王庭 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感不服 这一段文言文我就把它用现代文说 什么意思 他说天下有道的时候 君子处于朝廷 以道来触罚小人的罪故 没有不服 天下无道的时候 君子隐秘不发议论 想脚避小人们的陷害 但是这未必能成功 党人们所谓党人们 就是知识分子们 生在混乱的时代 不能出朝堂之位 想用口舌议论来拯救天下大局 却激怒了谁呢 这些蛇狼虎豹一样残暴的宦官 然后遭到什么残酷的刑罚 还连累朋友 世代文被害死了 国家也就亡了 真是让人悲痛的事啊 这是司马光在资质通宪里面 关于这方面他发表的议论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曹操其人 曹操是个什么样人呢 曹操的爷爷曹腾是个大宦官 其父曹操是曹腾的阳子 大家看 那个年代 宦官有阳子 可是皇帝批准的 刚才前面大家讲说 曹操感觉特爽 他爷爷大官对不对 他同时他也很不爽 因为他爷爷再大宦官也是个太监 所以在这一生上 他一直就他自己家谱 导物导物过来导物过去 他老下来自己说明 他就特牛的 事实上他爷爷是宦官 所以说这一段也是 对曹操的修家谱 也是不同的一种看 那么他父亲 把他花钱不花钱 反正官做的也不小 是官到太位 他做的时间也不长 就半年 没有什么大建筑 但是说明一点 曹操的家庭绝对不是草根 而是官宦家庭 自然受到影响 所以张光耀老先生 他怎么说呢 说既智又诈 既傲又悲 既自信又多疑 放荡任性 不畏强暴 敢作敢为 善于综横百合 尊断射杀 都可以在这个家庭的背景中 遭到渊源 是个意思吗 既傲又悲 曹操呢 领了汉莫丞相 成为事实上灭汉 而立新朝魏国 就是说三国时代的创始者 确实是操操 但他可不是当了皇帝啊 他是以丞相之前做的 那么他的雄才大略 以及奸诈手段呢 自不必过多评数 刚才啊 前面两位呢 在安倍说的时候 已经说到非常多了 很清楚 从小啊 干嘛一大堆 讲得非常好 那么张作耀老先生 在书中啊 是引经据理 长篇累读的语产书 那么因为啊 三国演义的故事 太深入人心 因此啊 阅读这些典故啊 倒并不觉得深色 那么我在这里呢 我就不想去累数 曹操 这些故事了 那么书的第181页 这一页的题目的什么 叫加强激权 这一页给我留下 非常深刻的意见 也是我对于啊 封建王朝 宿命式的轮回更替的 大开大合 无不采用如此手带的 无奈啊 和无语 那么作者怎么说呢 他开足名义的写道 他的历史证明 一切有为的政治家都明白 如果要实现大的政治抱负 必须不断加强权力 但是作法虽然相对各异 但基本点是相通的 那么曹操怎么成为老大呢 他说非常简单 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军政户记 军队政府全部弄得出口 他的一个人说了算 第二怎么办呢 费三公 自卫汉丞相 原来有三公互相制约的 全费 杀的杀扁的扁 他自己 一人说算 这就是 所以呢 我们张王一号老 张作耀老先生说的 很简单 就两条 没那么复杂 我觉得倒是非常开足名义啊 曹操官渡一战 败了袁烧 吉尔的平溜了三郡无缓 不衡 将北方统一了 再之后怎么样 曹操很牛啊 但是不是曹操全打胜仗啊 他想乘胜攻击南方 统一中古 遇到南方的三股势力 三股势力 哪股啊 一个是靖州的刘表啊 还有江东的孙权 刘备那个时候是依附刘表 在综裕 大家都知道了 兵败哪啊 持弊 退守北方 自此 魏俗武三国鼎立形成 所以说曹操也并不是长盛将军 长盛将军 统一北方 他要一股做起 拿东南方 全部统一 事实上败了 原因呢 也不多讲 后面也会说两句 那么曹操的形象 在曹德士 到魏国灭亡以前 魏国灭亡什么时候开始 就到了西晋开始 一直是高大形象 哎呦 那的表扬态度 但是到了晋 也就是魏国灭了以后呢 就后世对的评价 就开始变得客观了 通常是赞扬其勇谋 也攻其狡诈 那么金雄的称谓 就慢慢坐实了 曹操作的作者张光耀老先生 尽力啊 他真的尽力了 以客观的语气评述曹操 事实上呢 他的本意呢 张作老先生是喜欢曹操的 他本意上试图将其数位正面形形 说到底这本书啊 反正我理解是这样 还是为王者证明的一本书 就是王者就是牛人 就是好人 证明的一本书 那么南北朝起唐宋以下 曹操的形象呢 江河日下 到了元明清史 什么意思啊 三国演绎出来以后 曹操的金雄艺术形象 定型化 既已经脸谱化了 刚才也说了 朱熹老先生 那一写 那更加把曹操的金雄形象 给定了位 那么三国演绎的作者 袁莫明苏的罗冠忠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瞎说 他其实取了三国的史实 也适当做了艺术加工 但是他记得里面最大的改动 是什么 他去了曹魏的政统 将其定位为篡逆 所以三国演绎的罗冠忠版本 通编的主旋律 是尊留一朝 是俗为正统 而将曹魏打落圣坦 再加上毛宗刚的后来的评数 评价更加明确 那么汇集一下 对曹操的评价 那么到底是啥呢 对吧 观念很多 其实呢 看看当时的人 我试着把他 尽力短的找一找 就当时的人 还有后面的人的说法 那么也想一想 这是我的词 人不知往事 以为可以控现实 却终究呢 无法知来事 其实都是我们天天问的问题 人生困 人呢 不过是他们的 我们也是一样 归根到底 活的时候妄图怎么样 控制咱们自己的命运 其实没有用 一个是你能不能控 你觉得你控了 你死了之后 基本上只有凭外人呢 凭说才没用 你看当时的时候 一个当时的时候汉台外 汉朝后 东汉朝叫乔全 这个乔全是第一个 给予曹操肯定评价的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天下将乱呢 将乱 非命是之才不能记 能安者 这个膝在军火 他见了曹操 那时候曹操 名不见经传 他就这样说 然后另外一个 是个名士 叫何雍 那么他说什么话 他感慨 见了曹操以后 汉家将亡 安天下者 必此人也 注意啊 这两句话说的时候 曹操当时 可是个小官 名不见经传 到了东汉末年 原来另外一位学者 叫雪少 他说什么意思呢 清平之奸贼 乱世之英雄 看 镜像分明 到了晋朝 有个孙圣的 他说什么呢 世事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是不是后面这两个 是不是都是我们平常的 很多认知啊 那么到底 我选了这四句话呀 到底算不算呢 说现在就我的 我觉得这小点考证和研究啊 远远不能代表全部 那就好吧 咱就选这本书的作者 张光耀老先生 这位历史学家 那么他的关键是什么 他觉得上面这四句评价 要不就是曹操没成功的时候 评价的 要不就是还是有偏颇的人的评价 他不他认为的不太公伦 那他认为谁呢 他认为曹操的新红幕僚的评价 或许更接近于曹操本人 那么哪些幕僚啊 刚才我看又得讲 他五大谋士是吧 好这里面有这两大谋士 一个是叫寻渝 一个叫郭家的 那郭家最重要的 叫十胜十败书 这里面的原词是什么呢 是曹啊 为寻渝啊 郭家曰 金将讨不义而利不敌 何如啊 对于刘相之不敌啊 公所之一啊 这就什么意思 曹操啊 问呢 熊渝和郭家说 我们今天呢 想和曹和元少打仗 但是感觉力量不大够 咋办呢 能不能行啊 然后呢 郭家和熊渝就回答说 刘邦和相语打仗的时候 他俩谁厉害啊 那么曹公啊 您知不知道啊 所以他说什么意思 后面这一大堆 我把它放在这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呢 汉祖为智圣 相语啊 虽强 终未所情 这个倒是确实 刘邦圣相语啊 其实以若胜强 终未所情 所以呢 郭家说 我以为 元少啊 有失败 曹公啊 你有十胜 元少虽然兵强 无能为也啊 然后呢 他说了几件 有十胜 这十胜 这什么十胜呢 其中呢 第一胜是道胜 什么意思 元少呢 讲多礼仪 对吧 乱七八糟 政治高一虚的 哎 我们的公体呢 任其自然 顺其自然好 然后说第二个 第二个什么叫义胜 什么叫义胜呢 元少啊 以逆动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谁反叛朝廷 而怎么样 你 你看 顺以率天下 就是邪天子 以令诸侯嘛 所以义胜 然后呢 第三胜什么呢 智胜 说汉末 正施于宽 那么这个学少怎么样呢 以宽计宽 什么意思呢 顺其自然 管理不严 而呢 你看你曹公 以猛正 上下之志 法治社会啊 然后再说呢 第四是什么呀 第四呢 是杜胜 那什么意思啊 说少外宽 内计用人 而依止 所认为亲 及子弟 供外义减 而内计名 用人无依 为才所依 不皆远近 什么意思啊 袁绍用人 怀疑 宣门认人为亲 而我们曹操 用人不依 是吧 用人不依 特别好 然后呢 第五呢 是谋 说这个少 这个少多谋少绝 实在厚实 供呢 侧得哲行 应变无穷 什么意思 这个袁绍啊 天天瞎琢磨 最后决策 执行立场 而你看 我们曹操看你 曹公你呢 对不对 定行禁止 应变无穷 所以是谋略 然后呢 第六是什么呀 第六是德 德怎么样 少依累 士之自 高义 及让义 收名誉 士之好言 士外者多归之 功以至心待人 推成耳行 不续美 以简率下 与有功者无所令 士之中正远见 而有识者 其远 什么意思 袁绍 拿着他的家事 对不对 为了孤名貂跃 对吧 而我们曹操怎么样 曹公 你是以承担人 天下的能人 跑到你这来 愿为所用 所以你曹公的是以德 不叫治国了 以德 以德圣人 然后另外呢 另外呢 第七是什么呀 定期呢 是人 什么意思呢 说少见人饥寒 续念之情无颜色 其所不见 律获不及 所谓富人之人 公与目前小 实有所乎 至于大事 与四海结 恩之所加 结过其往 虽所不见 律之所周 无不济也 此人胜弃也 什么意思 这个袁绍啊 看人家街上 有个要饭的 一个乞丐的 拿三毛钱 两块钱的 是吧 为了换取自己的名声 我们曹公怎么样呢 小事也干 即使不做 关键考虑大事 什么大事呢 恩之所加 结果其往 是这样 所以呢 曹操 我们曹公才厉害 叫人胜 好了 第八是名胜 什么意思 少大臣争权 燦炎火乱 宫 雨下一道 金运不行 什么意思 玄少那一帮都当官的 对吧 互相争权 互相斗 而我们曹公 你看我们现在 雨下一道 互相之间 互相团结 团结是力量 你看这是好吧 然后第九是什么呢 闻圣 什么叫闻圣 少是非不可知 公所是尽之以理 所不是正之以法 闻圣 说明呢 这个玄少呢 就是非 搞不清楚 而我们的曹公 所有什么呢 是非分明啊 所以是闻圣 然后呢 第十圣了 少好未虚实 不知兵药 公以少克重 用兵如神 军人刺之敌人 为止 此五圣 什么意思 袁绍浩大喜功 不懂兵法 而我们曹公 以少数用兵 用兵如神 是军队 可以依赖的 敌人害怕 所以说呢 公有此十圣 互以败少 无奈也 什么意思 没问题 尽管他有十万大军 咱只有三万人 干他 一点事没有 结果什么呢 大家知道 关渡之战 就曹操赢了 所以这段话 就牛了 当时谁反对呢 大家知道孔庸 就是孔子第十二代孙 当时呢 是曹操的少府 他就说 袁绍啊 很厉害的 对吧 你曹操咱那么点人 打人家 打不过的 人家人很厉害 和郭家恰恰相 但是郭家呢 这时胜是败论 给了曹操信心 当然 寻于那些人 也持相同的观点 那么看完了 什么感觉呢 我为什么把这 看了方式 十字求是的说 我是觉得 妥妥的一个马屁文 这个说点有点 因为人家所有 对这篇文章 那著名的不能 在我这看 越看越觉得马屁文 因为我也会写 这种马屁文 对吧 自古有之 堂而皇之 曹操此意赢了 并且统一北方 称雄为王 郭家呢 又英年早逝了 37岁又死了 因此怎么样 成为绝唱 所以呢 郭家 所以呢 这件事说明赞扬 曹操怎么样 说对了 因为怎么 赢了 郭家又死了 所以绝唱 其实仔细推敲 这十样 郭家所言 袁绍之失败 曹操哪一败不战略 如果不战略 他后来那个火烧赤笔 他也不会输啊 俗汉动物不早就灭了 你说是不是马屁文 所以这个世界 赢者为王败着靠 所以我这个对这一段啊 这是我自己的读到理解 因为所有的都是赞扬这个 我查了很多 都是赞扬 不过呢 这个事呢 权威人士啊 是咱们毛爷爷 对吧 那么毛爷爷呢 特别爱读的 就是这一篇人物传记 叫三国志未输国家传 而且呢 他非常推崇 毛治国家 那么也推崇 曹操 1959年呢 4月 毛爷爷在党的八届 其中全会上 他说一段话 我摘着给大家分享 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就看这些特别有意思 所以就跟大家呢 利用咱们读书会 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这些 顺着思路这么去想 那么毛爷爷怎么说呢 他说希望大家呀 看看三国之中的国家传 国家呢 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 是曹操的重要谋臣 财食超群 足智多毛 长期追随左右 出谋划策 功继所踪 曹操呢 这一位古工啊 常常问济于他 国家38岁时并谋 令曹操十分痛惜 国家呢 阻止多谋 而曹操能够问济于国家 等谋臣 听取他们的意见 果断做出决策 这说明呢 曹操是一个知人善用 多谋善断的人 不久啊 毛爷爷又在一叹话当中说 世上啊 没有先知先觉 没有什么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的刘伯温 无非是多谋善断 留有余地 三国治理啊 国家传 值得一夺 毛爷爷的评价 大家可以知道 那非常推崇 曹操 也推崇 国家 然后他说了个什么呢 刘伯温 刘伯温是什么 是个大预言家啊 所以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很有意思的 中国历史上有名 刘伯温是谁啊 刘伯温是在朱元庄皇帝 刚开朝的时候 开朝之前 开后送药大臣 还厉害 有一句话 三分天下 诸葛亮 诸葛亮 一统江山的刘伯温 什么意思 大明朝的统一的 诸葛亮再厉害 这三分天下 说明刘伯温地位怎么样 但我毛爷爷说了 没有什么 刘伯温 还是国家来的食材 所以你看评价高吧 张作耀老先生呢 在书中 列举了不少后人 对于曹操正面评价 其实呢 最早啊 替曹操犯的谁呢 不是张作耀老先生 是张太炎的 鲁迅也说过 曹操至少是个英雄 那么作者 在这书当中 讲述了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 的时候 郭沫若呀 不遗余力的 为曹操翻 掀起了大讨论的 过往往事 张作耀老先生 特别提起什么呢 曹操被树立为 大法家 无神论者 唯物主义者 和反对 儒家思想的斗士 这一段文革历史 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是九十年代 上十九十年代的书 是百话齐放的事情 那么张作耀老先生 感叹什么呢 好景不长啊 文革过去 咱们曹操先生 头上的光环呢 也就自然退去 终归回到了曹操本人 也说毛衣的评价 尽管非常的高 但也算是一家之业嘛 对吧 也允许别人说 曹操也没那么优秀 是吧 这个我们国家 叫我说吧 你特马屁精嘛 我觉得 是吧 那么作者写到 那个时候 那么大家都那么 各种观点呢 你看作者这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益 特别棒 他说什么呢 学者俗文 或者为奉命之作 或者形式史 很难说 是作者的真实观点 因此不得去 什么意思 就在那个环境下 这些作者 学者们写的东西 就很难说 就不要再评价 他就不评价 我呢 读到这儿啊 看了看 张作老先生 这长长了三十万字 其实他原稿是四十万字 后来删了一下 删到三十万字 我看了以后 我感慨啊 这历史长长时候 就是统治者的尿壶 什么尿壶 他吃了一颗什么尿 那就吃了什么尿 当然还有一句 更文雅的 什么词呢 历史啊 就是统治者的 想装饰打扮的小官 小姑娘 就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第三个题目呢 就是印象曹操啊 三五事 因为曹操的事太多了 我呢 觉得特有意思呢 我讲了五件事啊 三五事 第一件事是知恩图报 就曹操这个人呢 非常傲 非常牛 觉得自己了不起 但他非常知恩图报 当年呢 他上午声明啊 就被见乔选 就刚才前面说到的乔选 当年的汉太外 那么乔选呢 一见呢 这个曹操啊 天赋异禀 他说了这么这句话 就天下将乱的 跟声明者 欺在军 我就天下就大乱了 能够啊 为声明的立命的人啊 就在你啊 那么既然七年 你的公元二百零二年 曹操在关渡击败元首之后 他回路上 他特意呢 准备了牛羊屎 就牛羊猪肉 前往梁国的虽养 就今南 今天的河南商丘 去隆重祭祀乔选 而亲自写了一篇 感人肺腑的记本 这记本非常有名 死故太尉 乔玄文 他里面说了什么意思呢 他说勿以幼年呢 歹声唐氏 特以顽笔之姿 为大君子所纳 曾荣一官 皆有讲述 由纵尼称不如言冤 李生之后叹贾父 誓死之极 怀此无望 什么意思 他说我小时候啊 我就到了怎么样 被这个乔玄呢 受他教导 而且他已经呢 非常的顽固 也不聪明的姿态 为呢 乔玄呢 所接纳 然后呢 给他增加了荣誉 给他开阔的视野 扩大了他影响力 都是呢 乔玄呢 给予的支持 而且乔玄说什么意思呢 说呢 就像说什么呢 孔子啊 不如言冤一样 对我进行表彰 表彰 就说呢 李生呢 说呢 我不如贾父 一样呢 来了表扬我 说呢 是我的知己者 我永远的怀念件事 不会忘记乔玄 这李生和贾父啊 都当时的师生关系 很有名 那么这样一句话 可以深切地看出哪了 乔玄呢 对曹操 有过知欲知恩和教会之情 而曹操虽狂傲之人 但对待呢 曾经的知欲知恩 却是铭记在心 我觉得呢 就凭这一点 知恩图报 就有君子之风 太多人不知恩图报了 所以我在这一段说 我对曹操 就是在如此狂傲之人 能够 不用理先下 是对待过去的恩师 如此看待 我觉得呢 君子之风 那么第二呢 曹操的就是多才多艺了 刚才讲了好多他的故事 那么这里面呢 多才都哪些方面 一定有意思 说呢 灭元韶平渡三郡乌恒之后 曹操回兵的路上 他路过这个东杰林石 东杰林石 东杰林杰石 这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属于哪呢 不大一样 它主要一个观念 属于河北的地界 秦皇汉武都曾来死 登芥石 以观海 但这个芥石啊 目前考证啊 已经被海都淹没了 没了现在啊 他当时非常勇为 那么曹操所述了一个千古名篇 名篇呢 叫布出厦门行 它一共有五节 咱们比较熟的 有两节 就两篇 第一篇就观沧海 我刚才看悠悠和天上都 都贴过这个 说明他太有名了 很多书法家都写这个观沧海 此外呢 第四节 有那个龟兽 也非常著名 那么都是叫岳辅士的地材 观沧海 刚才呢 他都看了 这一首确实很棒 我在这跟他再重复一遍 这个特别棒 东林结石 以观沧海 水河淡淡 三山倒所至 树木丛生 百草风貌 秋风萧瑟 红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灾 之灾 可以荣死 最后 这第三句 日月之行 若出什么叫 就是天上的太阳和月亮 就像怎么样 从大海里出来了 星汉灿烂的时候 满天的银河灿烂 就好像呢 也是从海里出来 来形成什么 海的波澜壮壑 可以容纳 所有的宇宙都在这 它是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好 就很有气负 那么龟岁寿那一篇 大家其实挺有意思 咱们怀疑咱们熟悉的 咱们知道老夫 匹里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都在这 你看特别 其实这个词原词的这样 神归虽受 游有尽时 藤蛇成物 终未土归 老夫 老鸡腹里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迎说之妻 不丹在天 养一只福 可得永远 兴盛志在 可应死 什么意思 神归啊 就是再偿命 也会死啊 藤蛇呢 成了平云架物 也中心会落到土里 便也会死啊 老马呢 趴在这个 马槽上 但是怎么样 志在千里 烈士怎么样 老人 尽管已经 年老了 但是我壮心不已 迎说之妻 什么 就是人的生命的长短 不丹在天 养一只福呢 我就可以永远 后面这段是 岳辅士的 通常结尾 就用唱歌 不要打了心情 你看是不是有意思啊 刚才我看前也讲了这一句 筷子人口的短歌型 对吧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开荡以康 忧思难忘 何以己 悠悲有毒 什么意思 对的酒 唱的歌 要感叹人生 哎呀 还能够多久啊 就像早晨的朝露一样 去的已经太多了 想起当年 在那酒桌上 酒席上 慷慨激样的言语 我们怎么能忘呢 那么怎么来解今天的忧愁呢 只有度夯酒啊 你看 多么豪卖 豪卖 所以京主流传 百送五言 那么曹操呢 多才多艺 那么大家一般的 有时候大家就知道 岳辅士 这是一种题材 那么另外 他的创作和五言十四言 是大个流行 这里面呢 就是岳辅士和五言十四言 他并不是曹操发明的 但是在他的创作 和推动下 倡导下 确实大为流行 当时在这个时期 这曹操还懂音乐 还会书法 留下散文的一百五十多评 那么他是我们俗知的 就是建恩文学 通常有建恩妻子 第一名 孙的老陶 就是孔荣 就是倡导者 所以建恩妻子 加上曹操 曹匹和曹职 这三个 这十人 随建恩文学 带着 那么作者也在书中 他写得很明确了 他说建恩时代的文风 虽然从根本上说 是时代史 但与曹操的提倡 和无形的影响 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呢 我不妨说 所谓建恩风 首先就是曹操的师父 你看张作老先生 对曹操评下极高 所谓建恩风 首先就是曹操的师文风 明显的排在刚才 建恩 加上三人首位 第三呢 这个小故事 就是呢 曹操的唯才逝取 于不用则杀之的双重人格 所以不能把曹操说太好啊 曹操兵败持闭 痛定此后 他提出了唯才逝取 和不于一个用人 这都是曹操的六人世纪 但是他同时 急奉行 急其奉行 不用就杀之的 表现曹操的双重性格的 最著名一句话是什么 就宁我富人 误人富我 现在被咱们都发明过 宁天下人富我 宁我富天下人 天下人不能富我 对不对 其实就是来自于曹操说的 那么这句话 曹操说了 所以后来就说 曹操不是好人 坚秀 其实仔细想想 哪一个帝王不这样 人家可不说 这个是坏啊 人家要恩威并重啊 所以词一坏 马上就变得高大上 其实中国的官僚 这句话早就不是曹操 或者帝王们的专属 已经成为唯一官指导中的 最重要的厚黑学之手段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批判 曹操的时候 你先想看 曹操都喝在嘴上 这些呢 是干在背地人 那提起孔荣 我们自然刚才说了 贱恩妻子手 就会想到 孔荣让离的经典 所以我们小时候啊 我们受了很多教育 孔荣让离 就觉得孔荣 哎呦 大离家 太好了 孔荣呢 是孔子 第二十四十岁 也是汉墨大学史 在文学史上 是贱恩妻子的手 孔荣呢 于贱恩元年 投靠谁啊 也投靠曹操了 历日什么 少福等值 但在建安十三年 曹操以不孝的罪名 叫孔荣杀 当然这里面 也是有个背景 也是不同的评价 所以这个曹操啊 借这个名啊 把孔荣杀 其实呢 还有种说法 因为这孔荣啊 在家里天天是 大肆挥霍啊 高棚满座 吃的喝的 是吧 哎呀 女孩一大堆 天天整呆 所以呢 说的与当年的孔荣 让离啊 完全不同 所以曹操呢 是以好多的事 把撒蛋 说法不一样 有的人说是曹操捏造罪名 但事实上 孔荣在那个时期 确实如此 另外一个 大家知道 那个医生华陀 那也是曹操杀 当然了 咱们那些各种评价 咱不说了 但主要是以张作耀老先生 他的观点没准 那么他们被杀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不大溜须拍马 不停招呼 还会时常甩个脸子 给曹操干 因此呢 惹闹了曹操 其实呢 曹操干的事 所有帝王全干过 所谓世人 就公共知识分子了 无论你学问 或者名声有多大 在封建帝王的眼里 就是家里的仆人 或者就是一条狗 我说一句话 这个事知识分子们 并不高兴 基本上全是 曹操呢 无疑是虚伪的 是一个外穗宽容 内却不能平的人 这是张作耀老先生 给他评价 外穗宽容 内却不能平 但搅着其他帝王啊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 敢作敢为的性情中人 也是个非常有自知自明 不失为谨慎的人 比如他虽然基于皇位 封公建国 晋绝为王 设天子惊奇 却在他活的时候 宗位成帝 他爱证分明 敢作敢为 将宁我富人 误人富我的言语 说在明面上 而不是有更多那些人 满嘴人意道德 说白了 我明说告诉你 谁敢惹我就灭 但是很多人是什么 你说太好了 他回头背后的灭 是不是这个道理 此外呢 曹操还是一个 借舍尚解的王者 所谓特别亲间解约 但正因为这个特色 他才得以长眠底下 曹操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墓 没有豪华 把他背藏 就是一个普通人 所以当时人都知道这样 这个墓地就这样 所以也没人到 没东西 所以慢慢的 就消失在大地的荒芜之中了 找不着了 但是呢 这个事有新 在中国大地上又有新的 2009年12月27号 虽然质疑声音的很强烈 但是咱们国家文物局 最终认定 经跑股发掘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高陵墓 墓主是曹操 当然我刚才说什么意思呢 其实是有争论的 但是权威官方认为是 那就说明什么 没有消失于大地化物之中 好了 第四个故事是 曹丕和曹植 谁有才 大家都知道曹丕的两儿子 曹丕和曹植 对吧 妻不失 知不知道 曹植有才 曹丕不好 这个很有意思 在这个书里面呢 也进行了一些稿证 非常有意思 曹丕呢 一共有13个太太 13个妻子 25个儿子 尽管这么多 但最后啊 争夺皇位的 主要有三个儿子 曹丕 曹丕和曹植 均为一母所生 叫鞭使 曹丕呢 是个武将 现在武 不叫武将 尚武 所以这里面的主要争夺 还在曹丕和曹植事实上 好了 再说这一段 我们都知道 那首著名的七部诗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待极 说什么呢 是曹丕当了皇帝之后 令曹植 当堂七部之内 坐视一首 否则大法伺候 什么意思 干都 那么张作耀老先生 认真考证了曹植的 这首七部诗主斗 认为啊 这是三国演义的文学创作 而非史实 史实是什么呢 曹丕死后啊 他的儿子曹瑞登基 这个曹植呢 为了摆脱困境 为什么困境 也没什么困境 就没当官 没啥权 就给侄子曹瑞啊 写了这首主斗 但是呢 结果呢 没啥用 这个曹瑞呢 也一直没用的这个叔叔 但是呢 用挺好 这个曹植啊 什么叫善终 什么叫善终 就病死的 虽然呢 年仅41岁 但确实的病死 北北十二 那么作者呢 张光耀老先生认为的后史 大多都赞扬 曹植 贬损曹匹 曹匹啊 其实这种趋紧 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 曹匹啊 无论是能力 还在学问上 均超过曹植 曹操的皇储选择 就太子选择 是对的 曹匹呢 算是一个有才能 和有报复的皇帝 但是呢 取到大卫之后 仅做六年 皇帝就死了 年仅当时四十岁 所以呢 曹匹要是多活两年 按照张作耀老先生的意思 可能魏国啊 不一定衰落那么慢 当然他认为曹匹死了 注定了曹操打造了魏谷 开始走向末路 也确实如此 从曹匹死以后 后面的小皇帝 就一个一个的 后面会讲到 以后被司马家干掉了 那另外也是挺有意思啊 这个挺好玩的 第五就是曹操的情人啊 曹操的情人啊 曹操呢 与蔡文基 那么这里面的过去的 蔡文基的话剧啊 就再就不讲了 有一部电视剧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名字就叫曹操与蔡文基 是2002年播出的 主演是谁呢 是普存希和巨雪 讲述了什么 在各种政治势力动用中 曹操与蔡文基 苦练一生的爱情故事啊 看好感人吧 那么曹事实上是什么事啊 那么曹操呢 与蔡文基呢 虽情有独钟 却并未行男女之事 那么这件事呢 就引来后世啊 货宝货贬 版本众多 刚才这个 蔡浦存希演这个 就是一个版本 但曹操呢 并没有如以往一样风流好色 他是重金呢 将蔡文基 从匈奴处 当年到三驾 驾到匈奴处了 到匈奴处 赎回之后呢 却嫁给了其他人 自己的没有燃脾 而且呢 对他呢 尊敬有加呀 这也算是一段佳话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那么多货宝货贬呢 也是很有意思 这里面呢 我就引用了张作耀老先生 在这本书当中 他这个观点 他这样说的 他说曹操啊 也大量金钱珠宝啊 俗归蔡文基这件事 论者啊 通常啊 是大家肯定的 那么我总以为啊 此事呢 应做两面观 其一 曹操文基 没入匈奴 痛 有人无事 他有人谁啊 他有人就是蔡庸 蔡庸也是大名士啊 蔡庸 也是大音乐家 将妻俗悔 蔡庸就是蔡文基他爸爸 跟曹操啊 忘年交啊 忘年交 无论呢 其是否别有所图 无可非 第二个呢 曹操迎文基归汉 没有给文基带来欢乐 反而造成了精神上的其他创伤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蔡文基啊 尽管嫁到了匈奴 当时生了两个孩子 已经在那感觉挺挺好的 结果呢 曹操说那不行 不能在那 那必须给弄回我们汉朝 汉朝这边 所以呢 对蔡文基来说 非常犹豫 最后也不得不回 有没有 曹操历来很强啊 所以呢 严格说来呢 文基最大的悲愤什么 不是什么 祖国的问题 他是母子分离 因此呢 可以断言 如果蔡文基没有文 母子分离这种断肠事 悲愤识 获之不作 艺术不能 因为蔡文基最有名的 在张作耀老师认为 就他写那首悲愤识 是非常非常重的 所以呢 他说 曹操迎文基 不宜过高评价 更不必扯上什么爱国主 看到没有 我们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版本 因为曹操是爱国主 把蔡文基都匈奴手里 给弄回来 这是什么 回归族 所以呢 张作耀老先生 在90年代 写出如此的评价 我觉得张作耀老先生 是尊重史实的 是非常客观 也是我在读这本书当中 我能看到张作耀老先生的 考证的严谨 和尽力的客观 好了 说第四个大题目 也是我今天 跟大家提前说的 就是三国 以及三国之后的 两进南北朝 这不到四百年 不到四百年 大概三百六十多年 这一段历史 非常有意思 我之前呢 说起来 我一直对这历史 我也糊里糊涂 有时候 就像读书 是一个非常好的 是理清自己思路 从中可以观察 观察 那么三国时期呢 一般都认为是哪一年呢 从220年到280年 220年 虽然是曹操死后 那么汉朝之后 晋朝之前 这么一段时期 先后出现了什么 就曹魏 熟汉动物 上者叫三国演义了 那么这里 可不是说了 西出演义 是真实的历史 曹操存在 220年 就那一年 曹操死了 对不对 刚前面说了 曹批呢 接了复位之后 他是秉汉正 唯威王 没有当皇帝 但是马上 就迫使汉先帝 汉先帝 这个皇帝 做了好多年皇帝 你别看 到处被人当傀儡 还挺幸福的 我觉得啊 柴让的帝位 然后呢 定都洛阳 国号卫 史诚为什么叫曹魏 就曹家天下嘛 曹魏标志着汉朝时代 正经 其实所谓的刘邦啊 不是刘邦 刘备啊 还有那个孙权呢 什么时候呢 二百二十一年 第二年刘备成立定都成都 史诚俗汉 到了二百二十九年 八年后啊 孙权才成立定都建业 建业水了 就现在的南京 国号五史诚东 再然后曹魏之后 也就是二百二十年以后 事实上 魏国的实权 渐渐被曹操 还有曹操的儿子曹皮 还有他的孙子曹瑞 看到祖孙三代啊 都特别信任谁啊 司马仪掌控了 当他的曾孙 叫什么名字啊 叫曹芳 现场曹魏的梁子啊 登基之后 司马仪就发弄兵面了 说白了 曹芳就变成亏了 祖孙三代 超级信任 怎么样 所以说皇帝们也不容 你要皇帝们信任 那也不行 哎呀 都是被这帮干 二百六十三年 司马仪的儿子司马昭 发动魏 也俗之在 俗汉灭亡 所以说你看司马仪家 确实也够意思 你看没有 他儿子司马昭发动 他爸爸没干成的 他干成的 把谁呢 把刘妹阿斗那帮子干掉 俗汉灭亡 大家想想司马昭 是不是很有功劳啊 我给这里面 给他插个小故事 大家是不是有知道一句话 司马昭之心呢 人人之心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人人 对不对 所以司马昭当年呢 他在的时候 那个皇帝叫什么呢 叫曹宗 曹毛 叫曹毛 当年曹毛也是个 七八皇帝 曹毛二十岁那年 越来越看着 这个司马昭啊 老想篡党夺权 然后呢 就跟他手下 几个大臣说 说意思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咱得先灭 他们说没法灭 兵权 什么都在司马昭说不办呢 结果这个皇帝特努 单枪毕马 单枪毕马 就带着几个手下 几个警卫 然后几个破人 大概有百万十人 就去亲自去干司马昭去 当然轻而易举吧 司马昭废 当街宰杀 当街宰杀 所以说呢 你看看 有意思吗 这叫司马昭 这位功臣 对吧 当然这故事很多了 司马昭 行行相继 假的流眼泪 各种版本 总之 司马昭在 他并没有当皇帝 但是皇帝为他而死 一直到266年 魏国的权臣 司马昭的孙子 看没有 司马延来了 他呢 迫是怎么样 这时候就皇帝 从曹 毛死了后 又换了一个 再有一个 叫曹焕 然后让把地位给让 全缠绕了 这于什么时候 你看没有 当年曹毕 怎么把汉朝灭了 东汉免 就是让人汉兴地禅为禅让 你看 如出一辙 220年 266年 一共46年 然后呢 被咱司马家一样 不好意思 大哥换位吧 然后他就来了 这是所谓的禁 哪来的 就在这个时候 也就是曹操的 曹魏 46年之后 被禅让 被命 史称西禁 本来就要禁 也没西字 后来史学家给整上 为了后面东晋再挂上 那么三国时代结束 建朝时代开始 时间是什么时间 通常以 280年 晋呢 又把东吴给灭了 东吴随便就生权烈活 统一了全国 所以在三国之后 大家知道 全中国 当时我们的地图上 三家归晋 西晋统一 为什么经常老觉得 那些时间好像统一 因为时间比较短 是立国51年 是中国历史上 三国之后的统一往常 首都洛阳 那么西晋 是魏晋南北朝 长期分裂时期的 短暂统一 可谓谈话一些 也有说呢 公元 这段时间 大家不要觉得 那段是不好啊 你看啊 他是266到317年 公元300年左右 还有什么说法 又太康圣志啊 意味着也称繁荣 百姓的安居乐业 但是 这是我在读这部啊 包括我读很多的这些书 我的 我的非常体会 就帝王的中斗 从来就不会停止 与之如影相随的 就是继续的兵荒马 无论争斗者来自哪里 正统的 不正统的 都是以正义 或者怎么样 解放人民的名义 全是 全都是 好了 什么时候东晋呢 东晋立国103年 他时间挺长吧 那么他怎么建立起来呢 刚才说 咱们司马家 把因为皇帝给缠让了 对不对 那司马家就就行了 说呗 整个晋朝建立 新建立是司马家呀 建立起来 结果怎么样 又过了这103年 他们继续内卷 继续内斗 这会儿创始人谁 东晋创始人谁 是司马懿的曾尊 也就司马延的儿子 司马瑞 你看 那会儿让人曹瑞下去 这会儿变成他司马瑞 他建立了东晋 那么事实上呢 他所谓东晋 已经不是一个统一中国 而是什么 司马瑞南迁后 建立起的王朝 北面是谁 北面就是我们对方著名的 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的 就是五湖十六国 所谓的东晋和西晋 西晋是统一的 东晋只是在南方 北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五湖十六国 和南宋朝 我们知道宋朝南宋局面 和对面的金国 是对立的 是如出一尺来 那个时候啊 同时呢 北方 中原大地 或者说曹魏 以及俗汉的地盘 也就是说我们的北面 还有西南地盘 都是隋的 都是人家五湖十六国 我们经常说 五湖乱华 就是指的这个时代 304到439 发现了 还不短年头了 135年 整个的135年 所谓的晋朝中国 就在南方 其他的五湖十六国 就这些 这十六国都有哪些呢 前梁西梁北宴 是三个汉族政权 其他13个 都属于所谓的少数民族 鲜卑 匈奴 劫 枪 底 统治者 但是你 咱们不要以为 那时候打仗啊 互相之间 你十六国 你们开着啊 都承认南方 东晋的正统地位 彼此还顿不疏远 互有往来 互有攻伐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人想 有点像欧洲啊 有没有点像尊求战国啊 有人想想看啊 历史学家啊 他通常写 他不怎么写 其实你又想想 其实就差不多 因此呢 这一时期呢 也被称为呢 东晋十六国 聚守南方的东晋 和占领北方的 吴胡十六国 共同划分着 我们脑袋里 常常挂着的那幅 大中华的地图 其实呢 硬是把东晋与西晋 合尔卫一 称为晋城 实在是什么 大中华怎么样 为了汉脉的顺利 就大汉民族的顺利 也是历史学家的手笔 而非完全的当时紧强 所以有时候说 你政权 那你能完全的内置 是哪去了 那这个吴胡六国不是中国吗 在我们大历史当中 我们当然不谈的 当然具体下来 他会变 所以到了后来 到所谓的南北朝了 南北朝什么时候呢 到四百二十年五八二九 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什么 你看东晋完了 公元四百二十年 有一个叫刘裕的 这个刘裕怎么样 把东晋灭了 他是南朝的宋 他叫宋国 也叫宋王 所以一个宋叫前宋 和后面宋不一样 开始了 直到什么时候 五百八十九年 隋朝又来了 把谁呢 把南朝沉灭 是不是感觉很复杂 其实就是 导物明白这一点事 真的挺复杂 好在呢 我这上面有些文字 大家也可以看 那北朝干嘛 就刚才南朝 是吧 是刘裕 把东晋灭了 变成 南朝 宋 那宋不是刘裕 一直在家的 后来又分了好几个 分了宋其良臣 北朝什么时候呢 是北魏统一 北方开始 又一个 大哥 把北方统一了 直到什么时候呢 隋朝把他们灭了 建立这次 那么南北两朝 不是同时的一个皇帝 他一个家族 其实呢 各有朝代宫地 在湘安的总体融洽 南北朝的称呼 也由此而言 南朝包括什么 宋其良臣 北四朝 北朝则包括呢 北魏东魏西魏北魏 和北周五朝 我下面画了张图啊 这张图不是我画的 我摘的图啊 大家注意看看左面 最下面的三国 然后中间你看 十六国东京北魏 你注意看 其实是犬牙交错 甚至经常受这并存的 而不是一个完全的 像我们说 哦大一桶 不是这样的 就这么概念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我把它有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 我记得记不老 有个年代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么说到这里啊 我有时候也不要分 不要发散啊 我就想起个 六朝古都的南京 咱们要去南京 一说南京 要六朝古都 到底哪来的 六朝古都 从这来的 什么叫六朝 指的就是 220到589年 历史跨度的包括 从三国到隋朝 之间的南方六朝 南方六朝 除了刚才说的南朝 刚才南朝 刚才说了多少啊 说南朝 宋齐良臣的四朝 再加上谁呢 讲前面的东晋 流域那边 再加前面谁呢 孙吴 孙吴不是东晋 司马瑞 然后呢 这就是他们 在南面的 这六朝 跨了什么 三国的东吴 跨了晋朝的东晋 是吧 然后再加上 南朝的宋齐良臣 这六朝都以什么 叫建康 你看建康建业 都是南京的 曾经的名字 为京师 因此的 被称为六朝古都 六朝君王呢 一定要都是汉人 才能立到地面 那六朝时期呢 这又想了一下 那么那个时候 南京城世界上 第一个人口 超过百万的城市 由于古罗马城 并成为世界古典文明 两大中心的说法 那么同一时期的 西方罗马帝国 以及横跟在东西方 之间的波兹王朝 我们读书会呢 也一直在看 罗马帝国的衰亡史 现在已经读过三次了 可以到那去找的案 所以在读这个书的时候 同时我们就想到 罗马帝国 双方史 叫罗马 这什么状态呢 咱们今天呢 就不在这展开它 可以到那展开那个谈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反观古代中国啊 凡是小国并存的时代 都是经济文化 繁荣的时期 也是一个特色 只是中国的历史书上 军会将这样的时期 描绘成什么样 国在山河破的悲惨景象 但是考证历史细节 却常常会让人混合 哎呀我这个问题 有点反动啊 就大一统真的就那么好吗 此外呢 我们看宫廷电视剧 或者宫廷小说 总觉得中国的皇帝 怎么那么多 而且不仅仅血腥啊 切喜好乱伦 这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众多皇帝们贡献可多 不过呢 这一个时期呢 也是宗教大发展的时期 你看很有意思吧 你说乱是吧 宗教大发展 佛教就是在这时候开始 在中国弘扬开来 那么这里的结论呢 我就不用去总结了 咱请大家 就是咱们徐索云老先生 在说中国一书中 他那边万古江河 我们读书会 TW系的读书会 也读过了 分享过 他另一本书叫说中国 他在这个书当中 对三国魏晋南北朝 他做了一个精辟的宗书 我把它要跟大家分享 说得非常的简烈 但是呢 真是短短几段话 说透了本质 他说呀 东汉之后 庞大的汉帝国崩溃 形成三国魏晋的局面 然后进入长期 五湖乱华的南北朝 在这一段啊 近400年的分裂期间 中国经历了衰变和从整 分裂结束 随党统一 中国又成为了天下国家 政治上 由于东汉时期 刘秀实行儒与立合体 儒生进入官僚体 什么儒生啊 就世人知识分子 官僚体当中 官吏们也都普遍修习如学 什么官吏啊 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什么 以前那些所谓的外籍啊 官吏啊 二者的逐渐融合绑定为一体 绑定为一体 产生了世代夫结极 本来啊 儒学基礼 是可以斥衡皇权的 但因儒生们 逐渐进入的官僚系统 以后怎么样 本身既是儒 也是官 逐渐通过儒家思想 以维护统治 无人坚守儒家思想 只为自己的功名利用 从个体而言 短期内获得利益了 读书有用啊 读书为当官了 但从长期的整体性来看 反导使得自身的地位 什么叫 知识分子的地位 逐渐失守 对于官僚系统而言 皇权进一步势大 逐渐开始 专制统治 注意看啊 其实呢 刚才我说 那三角这么来 关键那一角 顶角 是皇帝 官僚系统怎么样 失去了 制衡作用 另一方面 由于查局势的广泛推行 地方豪族 渐渐崛起 逐渐成为实质上的贵族 地方的实力逐渐强大 中央与地方之间 逐渐失去了平衡 地方慢慢成为独立的单位 一旦中央发生权力振空 全国就发生了分崩离席 东汉末年 内游外患 内部外戚宦官政权 外部董卓联合外族雇佣兵集团 东汉走向了灭亡 什么外族雇佣兵啊 就那些所谓的少子兵族 经过三国鼎立 未尽四百年 外族与汉族 在不断的冲突与斗争之中 充分的融合 互相分斗 难分彼此 注意看 随着政体的分崩离席 而导致社会动荡 百姓流离失所 急需在精神上寻找依靠 而不论是如或者道 一方面 他不具备排他性 能够容忍外来的宗教信仰 另一方面 其本身缺乏宗教性 就中国的儒活道 都知识呢 知识分子的知识之学 难以抚慰普罗大众的心灵啊 进而如佛教等信仰 能够在中国落地生分 在意识形态上 中国逐渐形成了 如师道三足鼎立的决 魏晋南北朝这四百年 是政治上混乱的四百年 颇似春秋战国时期 我刚才说了 确实是仔细地看朝代 真像是春秋战国 因此在文化上 也得到了充分的融合发展 却由于春秋战国略有区别 看啊 春秋战国之乱 乃中原内部之乱 或者说是因乱而后整合 形成后人汉人 这将有重要在这 这是汉人 因此百家曾鸣可以理解为什么 中国内部文化 以中国什么 以汉文化为核心 甚至为全部冲突 但到了魏晋南北朝乱世的 外祖 所谓外祖 就是今天那些少数民进来了 在更大范围之乱 当然这个之乱也可以这么理解 这里面 徐作为老师用乱 其实他们也以为大范围的各自为政 产生了各自诸侯小帮帮 那么这样乱有什么好处呢 徐作为老师用乱 也是我们理解 中华文化的千年的传统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 这个中国人的信仰啊 各种的这种文化 这个这个习惯 第一中国这边土地上人民 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 在人种上呈现出更大范围的融合 在人种这个概念上 并没有所谓存种的中国人 或者是汉人 大家都是杂交水道 说本来我们中国 包括我们都说我们是汉人 事实上我们可能这两千年 我们已经都不存种了 二外来的宗教融入中国 形成如是道三足鼎立 并相互渗透学习 使得文国文化更加复杂 也可以理解这么多彩 第三不仅是向内进行了勇往 以中原为核心的文化 也人口迁徙怎么样 而向四面八方进行了辐射 进一步影响整个东亚 你比如说刚才说 司马瑞他灭了西晋 他去了呢 他是到东南方去了 为什么到南方呢 说北方被五湖十六国进来 给打跑了打到那边去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 北方人去跑到南方 去压迫一些南方人去 然后在这见着 然后北方人打不过人家外族人 是不是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发现什么 越凶悍的人还往往当王 越讲文明还当不了 这也挺奇怪的 基本上看 你看南方人总是被北方人欺负 我后来跟我发现有点这个意思 我就发现 本来文明他文明 结果他总是被他们打过去 就这样 但是我说的不一定准确 我只是一种观感 第五个题目 也就是最后一个题目 就是曹操传中的大红炉与庆余年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晴余年 这个电视剧 这本书电视剧小说 非常有意思 我这段时间 为什么今天这次分享 我也觉得非常开心 我把我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心得 连在一起去了 很多当时的困惑 比如青云年的背景是什么 到底是怎么 大红炉啥玩 我通过这次曹操传 把它都给他捋清楚了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那么阅读曹操的丰功伟纪 回顾三国未进南美朝的四百年 其实是三百六十多年 王帝们真的不得不 对他们的本领 无论是凭出身高位 还是凭文桃武略 或者就是个笨蛋一个 无不有过人之处 或者享有过人之处 结果怎么样 侵华落尽 终始一帝鸡毛 我看的这些国家 看的都演运 这些皇帝真是难啊 不容易 或者那些想当皇帝的人 更不容易 后世评说 翻来翻去 还是那几本 那么张国耀老先生 主要参考典籍之一 变得三国志 但是他在考证作者 陈寿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这个陈寿啊 其实是俗国人 但是也在俗国的时候 他不大得意 不大得志 因此他对粗格孔明 以及汉中王刘备的评价 虽然也算客观 但比较忠语 他对敌国 他本来是俗国人吗 还曹操评价报告 他预知为什么 非常之人 超市之急 按道理 三国志够权威吧 比三国演义权威 是不是 但是你们看 罗冠中的三国演义 因为什么更盛名 因此呢 诸葛孔明先生 以刘备的声明 叫曹操总 不仅反转 而且简直就是正派人物 与大反派的较量 是不这样 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哪个帝王都想轻视流明 想着把自己写成千古一栗 甚至不惜以焚书修史来为自己造明 你回头再去看 都是一些教话 为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在谁等等三百年咋 还是那么回事 我这些天呢 前些天啊 一直在追剧啊 庆余年 原著的作者名字啊 叫猫蜜 网络小说 追剧的过程当中呢 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 庆余年的背景 朝代对应的究竟是何朝何代 哎呀特别有意义 我就一直 就到底何朝何代 我都看的时候就早 但是呢不大 就是很难 还有各种评价 读者 这很多 那么我阅读 张作耀老先生曹操传 给了我更多灵感 也寻得了一些依据 举一反餐 让我最追剧的过程 充满乐趣 哎呀 疫情之下 其实我经常说 学习和读书最大的乐趣 而且呢 在读书过程感叹 包括对当下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包括生意 都特别有启发 包括生意 包括做学问 都特别有启发 庆余年讲的呢 并不是哪个朝代 真实发生的事 他也不是穿越回了过去 你看穿越去 都回过去吧 特别有意义 他是穿越到了未来 为什么呢 他设置的故事源头是什么呢 地球文明 就现在我们现在啊 突然被大冰川起 气氛急降 冰封事件 终结了 灭了 所有地球 被埋葬于冰川之下 但是呢 地球在冰川时期结束后 雪化了之后呢 又诞生了新的人 并且不断进化 又产生了庆国 就是这个剧当中的国家 庆国之前的朝代 还有意思啊 穿越未来 不穿越故举啊 哎呀 我看了半天再看 说明什么呢 人类文明的活种再次点 那么究竟该往何处去呢 这就是庆余年 叙事的主线 庆余年的故事背景 朝代 一共有三股势力 这三股势力 北边叫北齐 南方的叫庆国 南方的叫庆国 东边的叫东夷城 除此之外 还有若干小国 那么其中他表达了 北齐东夷城和若干小国 都是昔日第一强国 北魏解体后的形成 可以看 刚才我说了北魏什么 刚才说这位 是南北朝的 北朝的第一个国家 就叫北魏 你看 所以他是有源头的 我也就跟着看啊 走啊 然后那北齐开国的 君主是谁呢 哎 就是当时的北魏 第一名将 湛清风的后代 那么湛清风的后代 那么主角范贤 是庆国人 陈道明在这边演的 扮演的角色 变成了皇帝庆帝 被电视剧增色不少 那么我觉得这个背景 主要依据朝代是什么呢 主要依据啊 就是三国未进南北朝 这上下四百年 你看啊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如果大家看 你们我分析完 我没看 你可以去看看 还有意思啊 还有意思 他知道有个剧情 庆帝安排这个主角范贤呢 去叫红 红卢寺认知 你们听过红卢寺吗 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电视 说红卢寺吗 这个名字好怪异的 红卢寺 丹文人什么 与北齐国谈判的 副谈判代表 那么红卢寺的衙门呢 这个名啊 引起了我的好奇和注意 我就去维基百科查 了解到大红卢的官职 是汉武帝时期 开始设计 就汉朝 西汉 设计了 刘邦之后汉武帝 主外宾之时 干嘛 外宾呢 外交部是 是吧 可以理解外交部吗 到了北极时期呢 才开始设置 红卢寺 不是 前面主外宾呢 就是个官职负责 但没有专门部门 到了北极时期 什么时候北极啊 南北朝的时候 才开始设置 外交部 叫红卢寺 所以主外宾的衙门 主官为葫芦寺清 人家那时候 外交部干嘛呢 就刚才说的 那一堆国家 人家互相之间 也讲外交 不像我们现在 我们花大洋 就跟他们西方讲 人家那时候 就咱这个国土 都是不同小国 那么北极是什么 前面我讲 再重复一遍 北极呢 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 北朝政权之一 皇帝姓什么 姓高 咱这里面呢 这个北极的电影里面 什么叫姓战 所以不是一个 名字不一样 他历经六地 存续啊 是28年 与他并存的 王朝南面是西魏 北周 以及北面梁和尘 后被北周 索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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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起来啊 有说确实是 他有时候 这个知识点 有点多 好了 曹操 钻 张作耀老先生 在第十七 这有点画重点啊 他谈到当年 刚才一直说 那个赏识 第一个赏识 曹操的汉台位 是不是叫乔玄呢 他的履历上 就是坐过东汉的大红炉 就逐外式的官员 第二十九页 又写到曹操的父亲 叫曹松不是吗 说曾经坐了半年太位吗 他之前 他也坐过大红炉的这位 管外交 庆余年说的是红炉寺 对不对 他没说大胡 没说范贤坐了大红炉 说是红炉寺 由此可见什么 庆余年对这个朝代 要缴东汉 要晚一些 所欲三国之后呢 未尽时期 对不对 再其实啊 如果仔细推销 庆余年的故事讲述 这个作者猫咪啊 是向中国古代 各个朝代 来了个大杂会 大杂会 他为什么那个大杂会呢 我觉得他一个是想 摆脱历史的舒服 细说帝王将相的真假人生 调侃他 二是说想说明什么 历代王朝 变来变去 不变的是尔虞我诈 以文明为名 而演练的你方唱罢 我登场的一出出闹曲 庆余年中的北齐 东夷城南静 等国家并立并存 甚至以敌对状态存在 类似于中国什么 就是南北朝时期 对不对 还有哪个时期啊 就是唐朝 后唐之后 那个五代世国 像范贤担任的 第一个职务是什么 是那个八品的太常寺 邪律郎一职 为啥 为了娶林婉儿 所以给他官职 太常寺邪律郎 皇帝经典的 那么这个 谢绿郎这个值 再查一查 恰恰就是南北朝 直期的 刚才说了 北方的第一国家 那个北魏 他以后的各朝 都涉及的谢绿郎 否则干什么呢 掌管英律 属于太常寺 你看都能找到 然后那礼部 行部 可不是魏晋联谋朝 这六部设置呢 从隋朝才开始 完善于唐朝 剧宗开始被杀的 那个八品高手 叫程聚树 那个特别高大 那个大哥 他的穿戴来看 北齐呢 更像是 就北齐国的高手 更像是五代 十国时代的 北方契丹 看没有上 庞朝后面去了 然后这里面呢 有一个名称 叫建察院 那么建察院像是 有些类似于什么 明朝时候才有什么 才有锦衣卫和东朝西朝 前面没有啊 所以呢 这个去庆余年里啊 北齐国呢 直接用了锦衣卫的称呼 那么他们这个东朝西朝 锦衣卫怎么样 拥有独立办案 审查逮捕 监察百官的大局 百官畏惧如 庆余年一些当官的 戴着官帽 这个服装 于三国时期 以及之后的西晋 非常响响 哎呀 就把他东西找出来 也不容易啊 哎呀 我就对他们到哪 其实对手这么下 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这个我只能对着这些 那么陈道明扮演的庆帝 是第四位大中士 武功之高啊 几乎少有人能于是比肩 那么南北朝时期 还真有那么一位皇帝 这咋来的呢 他就是谁啊 就是逼迫晋朝 就是逼迫那个东晋 最后一位皇帝 叫金公帝 成为南朝的第一位皇帝 被誉为的 史上最能打的皇帝 叫刘裕 武功非常高 你看 所以说庆余年里面 陈道明这个角色 取得 极有可能就南朝的第一位皇帝 叫刘裕 当然刘裕的口碑不错啊 咱们都知道 我们上中学 我们都读过 南宋词人 新系集 对不对 有一首 有一首诗啊 他这首诗怎么写呢 千古江山 英雄无秘 孙宗谋处 武谢歌台 风流总辈 于大风追剧 斜阳草树 墨一辆 寻常 相末 人道既奴曾住 想当年 金戈铁马 弃吞万里如虎 这句词里面的金戈铁马 弃吞万里如虎 指的就是他 这里面看有一句话没有 人道既奴曾住 就是指的 刘裕的小名 斜阳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就什么呢 当年刘裕 就是这些平民百姓 在这小巷子里住的 就指的他 所以我想说意思呢 庆余年 庆帝的原型啊 有可能从这得到起了 那明帝 明面上庆帝有四个皇子 大皇子 东夷的宁采人的儿子 二皇子是苏贵妃的儿子 三皇子李承平 是一贵妃的 一贵宾的儿子 太子李承前 大家就又看了里面 他太子李承前 这李承前圣母没介绍 推测肯定皇后生的 他这种皇后没出现 那么李承前是庆帝的嫡子 大家记住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知道李世民吗 李世民的嫡长子的名字 就叫李承前 直接把他名扳过来 所以有没有意思 当然大家说 那个主角范贤是谁啊 范贤是庆帝 于叶青梅所生 算是私生子 位列名外 但是绝对的主角 等一下说他后来的结果 那么据史料记载 唐太宗非常喜爱李承前 唐太宗从来没想换太子 但是太子李承前 却因为忌惮 同样认得父亲从爱 而且怀有谋敌之心的陶地李太 在试图暗杀他弟弟之后 他大罪了死罪了 但唐太宗因爱 很喜欢这个儿子 太子并没有杀他 但是废位俗人流放丁州 后他死在了唐太宗之前 唐太宗的心动不已 这个史实 于庆余年当中的太子 于二皇子的公动 颇为详实了 所以他这里面 这个茂密写这个小说里面 他其实是 把客戈朝代的故事 他把它综合起来 都放在他故事里去 但是非常有意思 我为什么大家分享这些 我想最后跟大家一个结论 那么庆余年中的庆国南庆 北齐国与实际地理位的相产相反 怎么意思 这里面我是说了多余的话 就是说实际上 庆余年来讲南庆 好像是南面 北齐国是北面 事实上恰是相反 其实北齐国是指的南面 南庆指的北面 这是 那么东夷 这里面非常重要 在这个书里面 会叫东夷 东夷国 东夷国事实上是先秦时代 中原王朝 对中原以东各部的称呼 但也有一种说法 是中华文明的起源 我们中华文明起源 其实这个文化 就是东夷文化 是其中的 中华文化起源的一致 叫东夷文化 也就是商 我们老说夏商 商的时期 不是我们理解的帝国 商本身也是众多国家之一 只是商本身实力最强 他被诸多小国推举为盟主之一 而已 因此 我觉得姓于年中的东夷城 应该是作者影射的一种国家形式 就是商 东夷城 他说的就是商 于孔老二 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老受科技福利 他富啥呀 他缅怀的 就是周朝和周理 所以你看 猫密这里面写法 我为什么有时候经常愿抛析的 作者他为什么去洗 他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他不是简单的下写 那东夷城在这个电视剧 或者是小说当中 是个什么国家呢 说东夷城啊 只有成都没有国王 是一个港口城市 十分繁华 由天下第一大城的美城 占地面国 港口城市的经济发展 当然讲究贸易了 所以这里的商业比较发达 也没有城墙 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城邦 在这里可以看到天底下 各种各样的货物就在这里 城内熙熙攘攘 讨价环境的声音呢 不绝于耳 看到这里啊 我又开了下脑洞 与当今世界进行了比较 与咱们当今啊 现代世界比较下 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看到 庆国北齐和东夷城的影子 庆国就北方 我认为的北方的庆国 像不像咱中华民国 中华帝国呀 绝对的皇权统治 军事强国 精锐比较多 虽然也是一个繁华都市 却比不上东夷城那种繁荣 东夷城交易 主要以利益为主 但是这个庆国怎么样 是朝廷垄断 经济主要依靠什么 内库 以及内库的利益 各方 庆国的皇帝 庆帝 可谓是老谋深算 又很累的人 只要有人背叛绝对杀无赦 但他的帝王之处 就玩得超级后悔 不得不让人臣服 好了 另外一个国家叫北齐 是不是 其实是南方的国家 一个崇尚文化的国度 出了一个天下大家 叫庄莫涵 那北齐的特务机构是什么 是井一卫 跟庆国的监察院齐名 东奔修 北齐的人的心气都挺高 觉得他们都是正统的人 对于庆国的人 觉得他们就是蛮子 带有鄙视之意 庆国的文化人 也对这个北齐国 心存敬仰 是为文化人的胜利 那么北齐的京城 比这个庆国的京都 还要伟和还要好 小外人一看 都觉得有压迫感 那么到这了 如果我说北齐国 有点像登塔国美国 你觉得如何呀 那么东一城 如果那欧洲的事往上靠 也是说到过去的 欧盟就是没有皇帝 有的只是轮值主席国 像不像盟主啊 我们商当年就是盟主的地位 是不是有点意思 所以电视剧也庆余年的开场 讲的是一个小伙子张静 想要换个方式阐述历史 用现代的观念来剖析 国代文学史 遭到了教授 叫袁拳演的反对 俗读经典的张庆 这个书里面的角色 他写了过小说 脉络就是让现代思想 去与古代制度碰撞 你看今天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也始终在以现代思想 与古代制度碰撞 用我们不太成熟的 甚至真是非常浅薄的历史知识 我们试图想象思考 张静在里面提到一个问题 就假如生活 生命再活一次 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生命可以再活一次 活在别的朝代 这个世界会怎样 当时教授袁拳就问他 你为什么会这个想法 然后张静回答这么一句话 他说每个人的心里 或多或少都想过重活一次 因为人的一生 实在是存在太多的遗憾 那么他写的故事的期望就是什么 结论非常好 珍惜现在为美好而活 这也是看到我青玉年 为什么能看下去 也是他这个利益 我非常的认可 就是我们无论我们看了多少 我们懂得多少 就值得我们珍惜的 就是现在 我们为什么生活 就是为美好而活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 青玉年的结尾 我看的时候 我非常的感叹 就张静的写这篇小说 或者说猫咪 想描述这个图画 终究是没有走出 中国式的帝王轮回 刚才我说了 青玉年的小说背景 设计的什么呢 是我们现在 我们活着地球文明 被冰雪灭了 然后又重新人类 穿越到未来的 像当年的魏晋南北朝 之前的那个时期 那够文明的了吧 范姨他妈妈 包括范姨都穿越回去的 那应该够文明吧 告诉他们会发生什么 没有用 这本小说的结尾 依然是没有走出 中国式帝王轮 文明的进步 只能一步一步 所有前人走过的历史 不会让后人继续教训 哪怕你是来自 另一个高维度 文明世界的人类 也无极于死 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人性的无奈 所以我在读《曹操》中 和联想这么多的时候 我个人 就是感觉 无论我们怎么写 无论你怎么画 无论有多么的高人 去引领 没办法 这就是人性的无奈 人类宿命 青玉年给出了 主要人物的结局是什么呢 大家简要说说 主角范贤隐居江南 带着家人去了西湖去处 娶了谁呢 林婉儿当正使 私死 战豆豆当侧使 私死 替他生下了长女 范苏宁 林婉儿替他生下了长子范良 战豆豆替他生下二女儿 猴豆范 庆地拿去了 被范贤刺杀 死于五如苏的雷射眼 长公主刺杀 庆祭失败 自杀太子刺杀 庆地失败 自杀 二皇子刺杀 庆地失败 自杀 好了 刚才说了 不就一共有三个国家吗 庆国的继位皇帝 谁呢 是四皇子 看没有 太子二皇都没干上 四皇子 四皇子谁呢 是范贤的学生 北极皇帝是谁呢 还依然 是那个 战斗 是女扮男装 战斗的后来 恢复女性 变成了是范贤的女人 给范贤生了个二女儿 叫什么 铜豆范 东一城的王 是谁呢 叫王十三郎 是范贤的好友 实际上 也是大皇子 就是当年的庆帝 跟东一城的 名才人生的 大家看结局 有意思吗 世界和平了 那些坏蛋们都干掉了 大宗师 也全都绝技了 九品上 全部干掉了 只有范贤 这个主角 也是这里面的好人 掌握着天下最强的 唯一的九品上列 在这个电影当中 没有核武器 其实可以理解为 他用的力量 就是新的 独一无二的 超级核武器 相当于这个意思 他有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三个国家 适业君主是谁 君是范贤的亲信 是不是刚才范贤亲信 一个是人家的媳妇 一个是人家的学生 另外什么 是人家的 知遇知恩的人 那么你们看看怎么样 范贤成为地球上 无冕之王 世界和平 在这个小说当中 主角好人赢了 那么至于未来 如果不是故事会怎么样 我想一定会记述着 如前一样的血与腥风 怎么咱们就不信吗 如果不信 让咱们回到真实历史 看看南北朝之后 一统的中华的 随帝国的下场吧 南北朝之后的公元 五百八十一年 北周 境地 缠绕与丞相 杨坚 又缠了 就总是缠绕 杨坚 北周灭亡 随文帝 杨坚定国号 为随 定读大行政 今天的陕西西安 公元五百八十九 随军南下灭南方 陈朝 统一中国 结束了 西晋 末年以来 中国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随文帝 杨坚 这皇帝可不错 历经图治 开创了开荒之治的繁荣局面 好久不长了 仅仅存在了三十八年的随朝 公元六百一十八年 随阳帝杨广被兵变杀死 李源又逼着怎么样 随朝的小皇帝 杨幼 参为 随朝落幕 大唐又开始了 所以我刚才说 七十余年当中说的 范贤成为污蔑之王 看起来世界太平 我们大随朝 灭了这些乱七八糟 统一中国 不过三十八年 所以最短命的王朝 一个是秦 其次就是随朝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 在著作历史当中 他说了这一段话 在我们读那本书 《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 塔西图都有介绍 他这样说 他一旦统治 变得不受欢迎 他的所有行为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都会引起人们对他厌恶 这就是我们经常老听 塔西图的陷阱的来源 其实什么意思 就当皇帝或政府信 你怎么说都没人信的时候 就办大 中国呀 也有个教授 叫潘之常 潘之常原来南英大学 这个人呢 现在还是比较年轻的 现在应该 现在是160岁了 他在谈论三国演义中的 乱世成因时 他有一段话 我觉得还非常值得 跟大家分享 他说专制社会 乃亦无银之政府 其欲望是无法克制 只能不断去满足 皇帝越是去横征暴裂 国库越空虚 均为贪腐所侵蚀 国库越空虚 则加剧谎言 只横征暴裂 社会不得不崩溃 专制社会下的中国政府 不贪污不腐败 就无以发财 升官为发财 争权以为独立 从皇帝到官员 即是如此 贪腐不可一致 潘之常认为专制政府 如果到了这样的局面 那么就是到了塔西托的陷阱 最终呢 一定会导致乱世出现 今天早晨 咱们网上都看到了 爆出了两个新闻 一个成都49宗林姓高三生 对楼被网民质疑 二是在国家统治局 第七次人工普查数据 又被在网民质疑 加上前几天 北大医院 一名叫做张玉的医生 叫板中国医疗界 肿瘤医治的黑幕 还有在前几天 中央党校的王玉英教授 因为赞扬加拿大医疗制度 而被网络攻击 不得不最后关闭微博账号的事 都让人的心虚不一样 真相儿子 已经成为当今事件被挂在嘴上最难求证的一个名词 张作耀老先生 急去推送 曹操的关沧海 我刚才说了 张作耀老先生是我们主流的文化学者 意识学者 他将毛爷爷那首浪涛沙 北涛河 北戴河 与他对比 与干场对比 他怎么写的 在书里这样写 他说1700年后 1954年 新时代的伟人毛泽东 写有浪涛沙 北戴河词一首词远 大雨落幽艳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相随便 往事月千年 魏武昏编 东陵结石有一片 萧瑟秋风金幼色 换了人间 老先生说 白浪滔天胜过 红涛涌起 一片汪洋 何止水带三瞻 一派更大 更壮的气势和胸襟 也就张国老师 张国庄要老先生认识 毛爷爷 要超过曹操 文采 那么明国大师 大家要知道 陈颖科 是非常著名的大师 我觉得最后 我用他对曹操的评价 咱们来看一看 他在魏晋南北朝史 讲演录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评价 他说 曹操自梦得 佩国翘 佩国翘线 汉末丞相 封魏王 知人善茶 雅兴节俭 京同工兵法 诸有孙子掠解 兵书摘要 所造新师 慷慨悲凉 与子 曹批 曹植 被人后人称为三层 好了 说到这儿呢 那么到底曹操是咋的呢 我又见到了 以网络携手的评语 在网上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这样说 他这丝身上看到了几乎全部的人样 有才吗 有才 文汉短歌行 龟岁兽 无见孙子掠解 兵书灾药 扎吗 扎 真扎 看吧 这就是现今小青年们心目中的小熊 萧熊 曹梦德 宝多编少 已经不错了 黑格尔先生 在历史哲学中 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中国啊 虽然有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和转变 但却始终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是一个王权 代替另外一个王权而已 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 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 黑格尔的话 有人愤慨 有人喝彩 愤慨地说 你根本就没来到中国 你知道什么中国历史 喝彩的人 黑格尔先生经常没来到中国 但造出了中国历史的变化 因为认为中国缺乏一种历史的精神 或者历史观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是我们读书时候的中学课的 老师让我们背诵这段话 到现在咱也记忆犹新的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 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来 满本上都写着两个字 吃人 我的分享就完了 喝杯啊 TWGT查 今天我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TWGT在加拿大的旗舰店的总部 平复一下心情 想想范贤的庆云烟 就我个人而言 我想的隐居江南 来的真实和切 其他的全都是云烟 谢谢大家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